中国以后 中国有很多的话剧团 都上演了这个节目 所以对中国大陆的观众的话 是非常喜欢的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是美国的音乐剧 比如白老汇的音乐剧 还有美国的歌舞秀 这些艺术演形式 都是非常棒的 中国观众非常的喜欢 就是美国白老汇的音乐剧 到中国大陆来上演的 比如说狮子王 猫 妈妈咪 还有现在马上即将上演的 剧院魅影这些 在中国的观众非常受到 我们特别是青年观众的一种追捧 所以在这个音乐剧 现在目前 中国已经引入到国内去了 大概这个引入的时间也不长 所以它还属于一个 初级的发展阶段 所以我们也需要过来看一看 因为我在做川剧导演的同时 做戏剧舞台导演的同时 我也在大学里面 就在音乐学院的一个戏剧系里面教学 主要是戏剧影视表演和音乐剧表演的教学工作 所以我也想通过这次有机会 多看看 多考察一下 我们刚才在交流的过程中您提到 其实美国的百老汇剧跟 或者是这种音乐剧跟中国的这种戏曲 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您在这方面能跟我们解释一下 是什么意思 简单的讲就是中国戏曲 它的表现 它的唱念作答 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以歌舞演故事 白老汇的音乐剧 它的唱段 它的舞蹈 它的音乐 也是在诉说一个故事 都是有一个中心的世界 有人物的刻画 来讲述的一个故事 所以美国的音乐剧 我觉得也是以歌舞演故事 在这种艺术形式上 它是有共同性的 还有中国戏曲 它审美原则和音乐剧的审美原则 它也有很多的共同之处 比如说它在舞台时空 超然自由的虚拟性 开放性 还有它非常严谨的音乐性 舞蹈性 还有表现手段的综合性 技巧性 这都是有很多相符 有共同之处 只是说中国戏曲 它用的是另外一种表现手法 比如说中国传统的一种 城市化的一些表现手段 那么白老汇 它可能用的是现代的 时尚的一些歌舞形式的 一种表现手段 但是这种我觉得它有一曲同空之妙 这两者是可以进行相互的借鉴的 您觉得在国外的这种比较现代的表演艺术形式手上 您可以学到 您学得吸到了一些什么呢 或者是您看到了一些什么是可以用在 我们国家的这个传统的川剧表演艺术形式上 我觉得现在就是音乐剧 那么引出中国大陆以后 就是因为观众非常的喜爱 非常有视察 那么所以在我们中国 现在有很多的高等院校 都相继开办了音乐剧的表演专业 那么这个在我们称为是一种遭扬的艺术 遭扬的专业 那么既然是一种遭扬的专业 那么我们就肯定有学习和界限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它更时尚 它的综合性和包容性更强 它表现手段更为丰富 它不太距离于一种模式 一种固有的模式 这些它都是可以值得借鉴的一些东西 那么如何让我们 比如说传统的艺术 我们中国现在的川剧 中国的戏曲 那么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 我们发扬传统的基础上 那么怎么样让它发展 创新 这个也是我们作为艺术工作者的一个责任 那么这次 比如说我到美国来考察 然后我也希望 以后有机会 相互的进行文化当中的交流 一些融合 这个在过去也有 就是四川的川剧院 曾经和法国的一个导演 也合作过一个川剧 后来到欧洲几个国家演出 反应也非常好 您刚才提到这个 跟法国的导演合作 就是应该是这个作品 叫进花园 对 跟我们讲讲这个进花园的合作 这个故事好吗 其实说来也很巧 就是有法国导演 他到了四川以后 看了川剧以后 他就对川剧产生了一种喜爱 他就有一种想法 我要指导一个一部川剧 后来就听过多次的交流协商 那么后来这个事情做成了 所以他这就是一种 东西方文化的一种融合 或者一种交流 那么我刚才讲到了 就是美国的 导演的欲望 就是尤金奥利尔的这个作品 这个话剧 那么川剧 成都市川剧院 川剧也把它 把它移植成了一部川剧 改编 通过话剧剧本 改编成了一个川剧 然后把它上演了 上演了以后 后来这个剧还到美国来 在美国东部 纽约和华盛顿等地 进行了演出 这都是比较成功的一种合作模式 那么我呢 我也想如果通过自己的努力 那么多增强一些 文化的交流 文化的合作 在这方面 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这是我的想法 我们知道前段时间 在这个美国拉斯维加斯 上演了一个非常 有趣的一个表演作品 就是艺术作品 就是功夫熊猫 是一个可以说是 纯中国制作的一个班底 您怎么样看这个 这样的一个算是舞台剧在下 我们知道拉斯维加斯 有很多的秀 那么它的秀是每一个游客 去拉斯维加斯的一个 必定是要去观看的 一个看点 您怎么样看功夫熊猫成功的 可以算是在美国上映的 您当中可以学习到一些什么 功夫熊猫 它能够在美国成功的上映 它的成功之处 我认为它考虑了 就是一种市场 文化 那艺术怎么样和市场接轨 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不管你排什么剧 你做什么文艺演出 你总要让观众喜欢 让观众看 它才有生命力 它才能够有票房价值 因为在美国这方面 它做得非常好的 我这次也看了 就在拉斯维加斯看了一些秀 都做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优秀 因为它这个就是不纯粹是说 我做一个剧 你爱看不看 那不行 我觉得做戏的话 你就是做给别人看的 你就是要有观众 你才有生命力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 在拉斯维加斯的那些秀的演出 它更有市场 就我们现在提到的 很多文艺演出 你要和市场接轨的问题 是 在我们节目之后 还有一点时间 可不可以跟我们 刘老师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有些什么样 作为一个资深的 这个国家传统艺术表演的 这个老师 有没有什么话 想跟我们的 就是观众朋友们讲 我想如果有机会的话 那么希望美国的观众 和国外的观众 多多能够多多了解我们川剧 能够欣赏到我们川剧 川剧艺术 他有自身的特点 他有形成了自己的表演体系 不管是身腔 表现形式等等 都非常有中国的民主文化特点 我相信这种艺术 它也是能够受到 大家观众朋友喜欢的 我也希望自己在今后 能够为这种推动文化交流 做一些自己的一些 力所能及的工作吧 是 非常感谢刘老师 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 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凤卫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